晚清丝 晚清丝 第八十一集 我第二次站到了后审的大殿上 只是这次 不是我一个人站在这里后审 还有可怜的安淑呆 人家处心积虑的陷害你 自然容不得我辩解 两三下就把安淑呆 从衣箱里给拎了出来 兼夫淫妇私会偷情 被抓个现行 此时 盛怒的耀岳国国王高坐在殿上 两边一边是神牛阿底拉 另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但他穿的华丽富贵 应该也是个身份贵重的 跪下 几个五大三粗的侍卫 把我和安远西压在地上 我懒得挣扎费事把自己弄伤 只是把头昂着 注视着殿上的三个人 是吧阿底拉 你可知罪 耀岳国国王怒容满面 张口便是问罪 陛下 民女不知陛下 要问民女何罪 我冷静地说道 眼神从神牛阿底拉 机翘的表情上掠过 见他嘴角浮血冷笑 神牛阿底拉 你来说 耀岳国国王的语气阴冷 神牛阿底拉对着我微微一笑 得意地说道 回禀陛下 陈希今儿 本是想入宫去探望十八阿底拉的 没想到 快到他请宫时 看到一个陌生的宫女 鬼鬼祟祟地摸进他请宫 陈希担心 有人对十八阿底拉不利 刚好四周又无人求助 只好来通知陛下 请陛下带人搭救 没想到 我们带人赶去的时候 却听到门外 传来男人的说话声音 原来那个宫女 不但是男人伴的 还是准备带着十八阿底拉 私奔的肩夫 陛下 这奸人做出如此苟且之事 我们要与国皇室 颜面何存 陛下一定不能轻饶他们 神牛阿底拉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眼中闪过一丝怨恨 安远西听那母牛胡说一通 气得脸都红了 你胡说八道 话音未落 神牛阿底拉立刻发难道 这里怎么有你说话的份 给我长嘴 立即就有侍卫上前左右开弓 安远西的脸顿时肿了起来 嘴角溢出血丝 住手 我挣扎着向那动手的侍卫扑了过去 那些草原人蛮劲那么大 按数带一个文弱书生 哪里惊得起他们的打 我身后的侍卫把我紧紧压住 制止我的挣扎 扭得我的手臂痛得发怵 住手 国王发话了 动手的侍卫停了下来 我急忙看向安远西 见他眼神都有些散了 国王眯起眼 露出危险的表情 还是说道 是吧 阿底拉 你有何话说 陛下 安总管是我绣装伙计 那日陛下派人强行带走民女 安总管担心民女安危 所以冒险入宫 打探民女的消息 并非像神牛阿底拉说的那样 与人偷情私会 请陛下明察 我嘴角微弓 看了神牛阿底拉一眼 冷笑道 陛下 安总管不过是一件文弱书生 为何会如此轻而易举的混入宫中 找到民女的寝宫 要约国的皇宫守卫就如此松懈吗 为何又恰巧他到来之际 殿下又带人赶到了 这一切 殿下不觉得过于巧合吗 一名女看 这一切不过是心怀叵测之人故意设计 陷害民女 已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罢了 你这贱人 被人抓到了藏个男人在寝宫里 不但不认罪 还在这里谣言火中 噱口喷人 神牛阿底拉冲到我面前 杨首就给了我一记耳光 看我不教训你这个贱货 住手 一直站在国王身后未曾出生的另一个女子 出声阻止道 神牛阿底拉 你不要这么冲动 国王陛下自有断乱 神牛阿底拉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我冷冷地看她一眼 鸡敲倒 我又没说是神牛阿底拉在赃嫁祸 神牛阿底拉这样激动 这是做什么 莫非心中有鬼 你这贱货 他一听又与台长打我 被国王喝住 神牛阿底拉 站到一边去 别太放肆 神牛阿底拉被国王一喝齿 脸貌青筋 却也不敢多言 愤愤地站到一边去了 听沐沙说 这位神牛阿底拉是王后娘娘的俗侄女 因为王后娘娘很喜欢她 所以国王也迁就她 她仗着这层关系一直很嚣张 认为自己是金刀阿底拉的不二人选 可惜她与王后娘娘比起来 无论是气质还是修养都差得太远了 国王深沉地看着我 韩生说道 十八阿底拉 从你寝宫搜出这个男人是事实 至于你所说的有人栽赃嫁祸 你可有证据 证据 我能拿出什么证据 既然别人有心陷害 还会让我找到证据吗 看来此次真是难逃一劫了 我淡淡地看着国王 唇角勾出嘲弄的弧度 我没有证据 但民女所言句句属实 陛下圣明可以派人查出证据 各等丑事还要张扬地举国皆知吗 国王怒道 好 既然你说你讲的都是实话 那我们就请神明来证明你说话的真假 请神明来证明我说话的真假 我等大爷 这是什么意思 要约国人不是这样迷信的 不去搜查证据倒要装神弄鬼的吗 只听国王轻哼道 白马阿迪拉 你为十八阿迪拉补上挂 请萨门神证明十八阿迪拉说话的真假 该死的 我的性命就要寄托在他那莫名其妙的补卦上 我召紧没道 陛下 用战步来证明我说话真假 未免太过儿谢了 话未说完 却被国王立声喝断 大胆 你竟敢卸渎神灵 给我张嘴 话音刚落 那神牛阿迪拉不等侍卫过来 立刻冲了上来 我来 说着 屁屁啪啪的脸给我竖下耳光 我心中顿时叫苦不迭 我忘了少数民族人大多信奉神灵 把他们当成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 我也没少读过古代人 用神明的指示 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故事 为何再次犯下他们的大忌呢 出手 殿上传来乌雷的声音 转瞬间 神牛阿迪拉的手被他抓住 他将那女人甩到一边 仰着头看向国王 父王 叶姑娘不懂我们的习锁 请父王恕罪 国王怒容满面 看了乌雷一眼 冷冷地说道 王儿来得正好 你既然来了 想必已经知道发生何事 来听听 神明的指示吧 乌雷看了我一眼 面无表情地站在一侧 那位白马阿迪拉从殿上走过来 拿着两块动物骨头 嘴里念念有词 从大殿上跳极请神舞 我听穆莎说 这位白马阿迪拉是乌雷的第一侧妃 她的地位极其特殊 因为她是耀岳国信奉的国教 萨满教的巫女 耀岳国人信奉所有的神灵 她们信奉自然神 天神 火神 水神 山神 生育神 祖神 对于她们所不理解的一切自然力量 都通通归结于神的力量 对她们进行崇拜 而萨满教的巫师 便担当了她们所有祭祀活动的主持 这位白马阿迪拉 是专职主持皇家祭祀活动的萨满巫女 在皇室的地位极其尊贵 否则也不会有白马的封号了 啪的一声 白马阿迪拉手中受骨吊在地上 她的请神舞也结束了 国王望着她急切地道 白马阿迪拉 萨满神怎么说 白马阿迪拉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莫名难测的光芒 转头对耀越国国王说道 回禀陛下 萨满神说 十八阿迪拉说的是假话 那男子的确是他的尖锋 乌雷的脸顿时变得惨白 国王语气森寒 表情震怒 开暗道 十八阿迪拉 你还有何话说 我的嘴角一动 终于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哼 多好笑啊 这个所谓的巫女 嘴里一句假话 叫可以要人的命 这国王做的和傀儡有什么分别 想起这些天在草原上的经历 每一件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不能用常理来判断 国王被我脸上的讥笑给激怒了 大胆 你笑什么 我淡淡的说道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他眼冷冷的看了乌雷一眼 见他神情目燃 脸色苍白 你满意了吗 忽雷 这便是你强留下我的结果 女人的性命对草原来说就如同牲口一般卑贱 何况 我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一族女子 你身边的女人随便设一个局 按上神灵的名义便可以置我于死地 死到临头 孩子一样 神牛阿迪拉看不惯我的表情 冷哼道 这个母牛 以为铲除我就可以坐上金刀阿迪拉的位置 那也太天真了 另外白马阿迪拉才是她真正应该重视的敌人 那女人的心机和手段不知高她多少 又有神明的使者这张护身王牌 这母牛若是以为自己是王后的族侄女就能当上正妃 看你最后怎么被这个白马女巫玩死 白马阿迪拉 萨满神有什么指示 国王看向那女巫问道 萨满神说 这两个人受邪魔引诱 拨魂附体 做出污碎之事 会给耀岳国带来大祸 为今之计 只有将他二人敬献给狐神 让神圣纯洁的天气之水 洗涤他们一切的污秽 驱赶魔鬼 才能让耀岳国逢凶化吉 白马阿迪拉一本正经的说道 满脸的庄严肃木 愚弄着殿上的异国之君 谁知道他的满嘴都是胡言乱语呢 好 本王现在宣布 举行祭祀大典 将这二人敬献给狐神 耀岳国国王转过眼 看了乌雷一眼 沉声道 王儿 可有意义 我抬眼看向乌雷 他眼中一闪 垂下眼瞼 面无表情的说道 一切听从 萨满神的这事 我轻轻冷冷的笑了起来 事已至此 我已无话好说 看来我和安远西 此次是真的要命丧耀岳国了 知道有地府 有冥界之后 我觉得其实死亡也没那么可怕 也许下一世的轮回 我没有这一世这么倒霉 我们被押到湖边 安远西在大殿上有些迷惑 到了湖边却清醒起来 在侍卫的手底下挣扎 国王下令道 把他们绑起来 立刻便有侍卫找来绳子 往我和安远西的身上躺 乌雷突然出声道 扶我来吧 他走过来 接过侍卫手中的绳子 把我的手反扭在背后 用绳子绑紧 我又气又恨 乌雷 那这个王八蛋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他绑好我 转到我面前 湛蓝的眼睛深深地望着我 唇角轻轻一勾 淡淡地说道 我等你 说完也不带我发言 他转到安远西身边 准备绑他的双手 安远西在侍卫压制下 不停地扭着身子 乌雷低下头 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什么 安远西一脸惊愕地瞪着他 连挣扎都忘了 乌雷趁机将安远西绑紧 白马阿迪拉开始在湖边 举行祭祀仪式 他点上了香煮纸钱 两个带着 争宁彩绘 瘦皮面具的萨满 围着我和安远西 哼哼哑哑哑的跳绳 白马女巫拿着两个草人 草人上系上两根红绳 线一头 绑住我和安远西的脖子 另一头 则是由他握着念咒起告 念完一大堆 我们听都听不懂的咒语之后 他抽出一根神棒 将红绳打断 然后把两个草人 远远地扔入湖中 一切做完 他大声道 钟笼 两个跳绳的萨满 抬出一个竹笼 我一看那笼子 是用灭条编织成的七猪笼 差不多是一个人长短 大小可容两人 就像我们那个时代 古代的尖夫淫妇 进猪笼的猪笼 什么忌徒神 还不是把我和安远西 当成尖夫淫妇给进猪笼 我和安远西被拉了起来 塞进猪笼里 猪笼平放在草地上 我扶压在安远西身上 她的脸有点泛红 不知是被打的还是害羞 我咬咬唇 没想到 我在这个时空 竟然会是这样的死法 还是和我不对盘的 安叔呆子在一起 安远西 我轻声唤她 她的脸肿得老高 眼睛却亮晶晶地看着我 我咬了咬唇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不遇到我 她也不会有这种厄运吧 想到远在苍姑的安大娘 要是知道独自丧生 不知会有多么伤心 我可真是个扫把心 跟我扯上关系的人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是我害了你 如果我不回来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她静静地看着我 淡淡地笑了 我望着她平静的表情 不知为何 心底却变得很是平静 我笑了笑 安远西 你不怕吗 我们就要死了 我怕 但是我很高兴 我现在能陪着你 安远西的眼中 闪过莫名的神采 我的心顿时又酸又软 我把脸贴在她胸膛上 第一次发现 这收呆子的胸膛 竟然还挺结实的 她的气温温暖着我的脸颊 我微笑着 安远西 我欠你一条命 下辈子还你 好 她低声笑了起来 下辈子 一定要记得来找我 有几个人将塞着我和安远西的竹笼 抬起来走入湖中 我闭上眼睛 只听不通一声 身子湿重的下沉 竹笼落入湖中 睡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顿时淹没了头顶 竹笼向着湖底沉下去 四周一片寂静 我沉住呼吸 只听到湖水中不时传来咕噜咕噜的水泡声 湖水的压力像是一只巨大的怪手 向我们侵袭过来 将我的身体挤压 撕裂 碾碎 我感觉已经憋不住气了 缺氧的感觉令我大脑数度产生幻觉 我的胸腔胀胀得很快要裂开 脑子里渐渐地浮现出一张张模糊的脸 雨 初生 凤哥 明艳 再见了 这个世界 那些我曾爱过 和恨过的人 第八十二集 原来死亡的方式不同 感觉也不同 胸口胀得发痛 耳膜因为湖水的压力 传来一阵阵尖锐的刺痛 我几乎以为 他马上就要被刺穿了 忽然 手被人翻转一下 本来紧紧地缠绕在手腕上的绳子 不知道怎么样就松开了 我惊讶地睁大眼睛 看到安远西手上绳子也解开 他正憋着气 解竹笼上的麻绳 我来不及细想 他是怎么挣脱绳索的 他已经解开竹笼盖子的绳索 我的神智 因为他的动作清醒起来 他转过脸看我 水底太黑了 他的脸浸在咫尺 脸色惨白 眼睛却是神采奕奕 他扶紧我的腰 将我从竹笼里推送出来 我顺着他推动的力量和水的浮力 登出竹笼 在水里转过身 看见安远西从竹笼里游了过来 他伸手向上指了指 大概是想说尽量向上扶 我点了点头 我会游泳 但水性不是很好 体力和耐力都不行 每次游泳 也只能游半尺远就要停下来歇息 但此刻 求生的欲望 支使我的身体发出最大的潜能 我拼命登水 摆动双腿 挥动双臂尽量向上扶 可是 我发现这远没有我想象中的容易 春天的草原湖泊 湖水仍是彻骨的冰凉 我身上厚实保暖的袍符 被湖水浸湿之后又重又沉 仿佛在身上挂了数十斤的大石头 身子好冷 湖水像是针刺一般扎在皮肤上 痛得我发怵 憋得太久了 甚至已经有些模糊 我很快就没有力气 眼前渐渐有些发黑 身子又开始在水中下沉 哭得身子被人紧紧拽住 有人抱住我下沉的身子 嘴被人覆住 一口气缓缓地度到了我的口中 脑子顿时恢复两分神志 我睁开眼睛 甘远西的脸就在我眼前 他的唇紧紧地附在我的唇上 借我清醒过来 他松开唇紧紧地抱着我的身子 另一只手拼命地向上滑去 他的动作越来越慢 被湖水冻得苍白的脸色中 透出青子 尽是如此 他还是拽着我不松手 我早已经不听使唤的胳膊和腿 因为他的举动 突然生出一丝力气 叶海花 你还没有死 你还没有尽力 还没有完全尽力 我的手脚又动了起来 安远西低头看了我一眼 脸上似乎有了一丝笑意 湖水的能见度越来越高 说明我们离湖面越来越近 我的全身被冻得麻木了 感觉不到寒冷 也感觉不到刺痛 只是凭着一股子意念 拼命而机械地向上滑 向上滑 我感觉我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 轻飘飘的 就像是从水底飞起来一样 我和安远西从湖面上破水而出 一接触到湖面上的空气 我们立即大口大口地喘息 喘气 转头看向安远西 她满脸都是水 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 我一边喘气 一边笑起来 安远西 我们没有死 她轻轻地道 转头往前方示意 我转过头 看到我们钻出水面的地方 离我们被抛下的岸边 虽然已经有了一段较远的距离 但湖岸上的火光和烧纸前烧出的烟雾 在暮色中还是严严约约能够见到的 我看了一下四周 离我们最近的湖岸也有两三百米远 我沮丧地低声道 好远 我没有力气了 我游不动了 我们必须游过去 安远西拖着我的下额 目光坚定地看着我 我从来没有发现 这个书呆子竟然有这样强硬的一面 除非你想死在湖里 她拖着我的下额 带着我向岸边游去 游得很慢很慢 我咬了咬牙 调整一下自己在水中的姿势 蹬起腿来 湖岸就在那里 不会变长 我游得再慢 也会游到的 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安远西见我自己动起来 松开手 她游在我身侧 我们不再说话 拼命地往岸边游去 中途停下来歇了几次 天已经黑解 湖岸离我们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离湖岸还有十几米远 终于 我感觉到脚下仿佛踏到石头 试着站起来 欣喜地发现 脚已经踩到湖床上 安远西也站起来 掺着我的手臂 慢慢地向湖岸走去 等我们两个人 完全从湖中脱离出来 立即像两滩烂泥一样 软倒在湖边的芦苇丛中 趁着粗气歇了一阵 湖边的冷风吹 推得我们近视的衣袍 我动得早已麻木的身子 居然又觉得寒意 我勉强支起身子 转头对安远西说道 安远西 我们得快点离开这里 这里不安全 她像是没有听到我的话 紧闭着眼睛 被打得肿胀的脸 已经经过泡水后 长得非常可怕 我吓了一跳 一到她身边 手探着她的鼻息 有气 我立刻输了一口气 紧拍她的脸 阿远西 你不能晕 我们得离开这里 她睁开眼睛 漆黑的眼睛 炯炯有神 凝上了我的双眼 我没晕 吓死人了 没晕 你闭眼睛干嘛 我皱起眉 后怕的 以后不准把眼睛 闭起来 睡觉也不能闭眼睛 她似乎在笑 不过脸肿的 让人分不出她的表情 我白了她一眼 这书呆子这会儿 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 现在不能睡 身子能动吗 她的体力 应该比我消耗的更多 我都感觉到身子没力 她应该是更辛苦的 阿远西勉强的撑起身子 打了个寒颤 很冷 冷也没有办法 得先离开这里 再想办法弄干衣服 我费力的从地上爬起来 脚软的站不住 一下子又跪回地上 阿远西勉强的爬起来 把我从地面扶起 左右四顾 为难的说道 天这么黑 遍不清路 我们往哪边走 往回仓都的方向走 我身子没力 靠在她身上 感觉到她脚步也有些不稳 我们怎么知道 那边周围仓都的方向 安远西看着黑漆漆的四周 月光清冷地照下来 四周的景物只能见大智轮廓 高大的芦苇丛 是我和安远西很好的隐蔽物 往哪边走 我抬眼望着天空 黑蓝色的夜空里 大雄星座的尾背部上 勺子一样的北斗星 闪亮升辉 我心里有底了 试着天空笑起来 跟着她走 北斗七星 安远西抬起眼 看着夜空中那七颗 较亮的恒星 浮肿的脸上带起笑意 姑娘真聪明 我见她一脸世人 眨了眨眼笑的 你认识啊 你懂关心吗 我还以为这书呆子 除了读死书 其他什么都不会呢 会一点 她抬起头 看着天上的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 是由北方天空的天书 天雪 天机 天雀 玉恒 开阳 遥光七颗星组成 如果用线 把它们连接起来 就像一个九度的形状 所以称为北斗 其中天书 天雪 天机 天雀 四星组成斗参 叫斗魁 又称玄机 玉恒 开阳 遥光三星 组成斗柄 叫斗勺 又称玉恒 天书 天雪 两星之间 滑一条连线 并延长五倍处 便是太一星 太一星 又称北辰 是北方的标志 太一星居中 北斗星自东向西 运转于外 玄指十二辰 北斗星 主要用来指示方向 确定时节 也有大夫 用北斗指向 推置四十一样变化 来解释 六经正侯的 病理急转 我张口结舌地望着他 没想到这书呆子 滔滔不绝 开口便是一大片话 说得头头是道的 我只知道 北斗星 头两颗星星 所指的五倍距离之外的 亮星 是北极星 大概就是 安远西嘴里的太一星 是北方向所在 安远西低下头 见我傻傻地张着嘴 笑了笑 我回过神来 脸微微一烫 那你知道我们应该走的方向了吗 我对着北斗星所指示的方向 一说知其人 而不知其所以人 没想到这个书呆子 竟是个行家 安远西点头 正所谓 斗平指东 天下结春 现在是春季 斗平搜索的方向 是东方 就是我们回仓多的方向 咦 斗平指向 还按季节划分吗 我惊讶道 我还以为 那星星的指向 是固定的 幸好刚才没有 在他面前大放厥词 否则丢脸 就丢到太平洋去了 不错 夏季斗冰至南 秋季斗冰至西 冬季斗冰至北 北斗西星是围着太一行不停旋转的 安远西解释给我听 我愣愣地看着他 这些是你从书里看到的 他正了正 脸上带了一丝茫然 我都不记得 是从哪里知道的 大概是吧 我记得他脑袋被人打破过 脑子有时有点糊涂 也不再追问他 笑道 看来百无疑用事书生 中文字幕并且莲同 超级的 蔬英声 敬英文字幕并且为了许可 宣报 脑子 松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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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